自从詹姆斯加盟胡人后,大批看下牧民投奔,其中包括拉斯蒂芬森、龙多、麦基等人都是因为有机会和詹黄并肩作战,所以才选择了胡人。 今日,就有人想要加盟胡人了,他就是勒布朗曾经的好兄弟克里斯波什,波什希望自己得到重返联盟的机会,美国媒体Sideline带来最新消息,波什正在向联盟申诉,他希望得到联盟允许他重返NBA的许可,而如果联盟同意他这么做,他第一选择是和胡人签军。 波什在2014年和任务签下了5年1.18亿的队是最大合同,结果最后他就遭遇了血泥快,这种疾病就连剧烈运动都可能危及生命,想把NBA根本不可能,联盟直接给出判断,表示他的生病会导致生涯终结。 波什一直希望重返联盟,指引生涯终,波什厂军19.2分8.5002.0助攻,如果他能够加入胡人,对于詹黄也会是个巨大帮助。 胡人现在正好需要一个他这样的空间型5分之速好位。 胡人 células了吧 胡人